另外再带你来看到了同样是这个活动的消息 也就是这个林口的夏日星空广场文子电影院 第二场即将在这个7月15号晚上7点钟 在这个福伦公园照常举行 那么这场活动要播放的电影是这个动画电影《宋子鸟》 也欢迎民众到时候大家一同来共享盛举 2017夏日星空广场文子电影院第二场活动 将于7月15号晚上7点 在林口福伦公园以户外电影院方式举行 播放到小朋友都爱的动画《宋子鸟》 电影内容绝对精彩可期不容错过 欢迎市民朋友在繁星点点的星空美景下 共同前往观赏 夏日星空广场2017文子电影院将于7月15号办理第二场 那我们会在福伦公园晚上7点播放的电影是《宋子鸟》 公所表示今年除了准备好吃的古早味零食之外 特别也和林口发电厂协调 商情发电厂准备著名的台电古早味冰棒 活动当天将于现场免费分送给来看电影的市民朋友 让大家能在微风徐徐的夏日星空里享受清凉消暑的古早味冰棒 我们在现场会发放我们的台电冰棒以及乖乖 那我们蔡淑军议员也会在现场提供防温扣及矿泉水 当天公所卫民服务团队也会来到现场为大家宣导国民年金 人口政策育儿今天的各项社会福利 欢迎大林口地区的市民朋友共同来参与这夏夜星空下美好的盛宴 记者在林口采访报道